分享的是說這麼多年 Postgres其實我認為其實蠻用心的在開發這個資料庫 然後這個資料庫其實遇到很多挑戰 而且我想這也是敗商業用品的意思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有用了這個資料庫 就會遇到一些挑戰 遇到這些挑戰需要想法課 所以我們應該要在一路過往的過程當中 其實坦白講我們用戶是覺得坑坑巴巴 但是後面越來越深 這個我覺得這個感受到蠻好的 然後因為一直在開發這樣的技術 非常感謝也感謝國師這邊來邀請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做Postgres的一個開源技術 那也希望就是說透過這樣的品牌 大家來去交換意見 因為在Postgres的應用上面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可大可小的做的看法 就是有做的很小的 小的到像MetaData 我們可以看到像 Aduber的MetaData 一些 一些系統的MetaData 像我知道 Aduber每個版本幾乎都可以用Postgres 還有包含很多開源軟件的一些MetaData 也都是用Postgres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應用上面其實越來越廣泛 而且技術不難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最傳統的RDB的概念 那最主要它的個性跟很多都很像 跟Seql Server也不會很像 因為來自於童中 Ingress 然後在它分架之後變Postgres之後 其實慢慢的Oracle Sidebase InfoMix等等出來之後才分流 但它的框架其實跟Seql Server 買Seql很類似 但語法跟Oracle很像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拿來去做Oracle的Migration Oracle的Repressment 原因在這裡 因為很多CoA的用途很類似 我要改的時候其實還蠻好改 然後早期其實很不好改 我曾經有一次去參訪日本的NTT 那我們去參訪的目的是為何就是說 要去了解NTT在致力於開源技術非常不予比例 甚至他開了一家公司叫NTT Data 那這家公司在做什麼呢 他主要在做開源的技術 那主要第一個Mission就是說 將他們家裡面的 因為NTT是一個很龐大的集團 有電信企業 有像NTT Docomo 還有NTT什麼 東NTT、西NTT的就是電信公司 非常的龐大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早在十幾年他們遇到的挑戰是什麼 遇到的挑戰就是說 這麼多的Commercial Service 如果一直買下去 不是辦法 他的企業值是越來越大 不會越來越小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 如何把開源的技術 整合到現行的business裡頭 讓他們的 除了他們的業績成長之外 這個IT也能夠持續的support下去 所以他們除了再去做開源的應用之外 也進一步做這個contribute行 像postgres它本身就是一個contribute行 一個成員 那在日本也不遺余力來做這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那一次有興趣去採訪也去了解到說 當初他們在做postgres oracle migrate postgres這件事是不可其來的 他花了三年 他花了一組人來做code review migrate成postgres 當然很多code其實是很容易改的 為什麼 因為除了公共不支持 比如說我們在oracle會看到 package 好抱歉他沒有 postgres他沒有 那postgres呢 postgres也沒有 但是我可以用function完成 所以我覺得還好 問題不太大 所以對企業來講 其實那個都會過程 然後我看到這些先進 他們也做了很多努力 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產品我覺得它是非常好用的 應用上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個我剛剛介紹過 我這邊就不贅助了 ok 好那我們這個topic我們主要講的是說 那到底是要做複製還是要做備份 因為你的mission在哪裡 好這條件不一樣 複製的目的是什麼 短時間然後持續的運用 持續的投入 或者是說我要投入的是持續的一個行動 我是要做這樣的一次行動 所以我定義的tand是這樣 那備份呢 還不知道migrate是什麼 就一次行動 我可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 時間點的需求 我要把資料offlow出來 即便我們以前所謂的sigle dump 我們針對資料 在一個時間點的資料 把它給tread出來 這個ok的 那mission是什麼 mission是備份出來的 但備份不用 這叫備份 ok 所以它的mission是不是one time 甚至我即便要再做的話 都是scaler 我可能一個月後 一個禮拜後 我才會力行業再來做一次備份 所以我們先定義一下 什麼是replication 什麼是break up 那會搭配所謂的hyperability的一個需求 一般都會搭配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考慮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 是不是mission critical的 data 我們需要備份 所以我們需要藉由mission critical的一個應用 我們要藉由備份的工具去做備份 所以它是一個mission critical的系統 所以它就有cost 它就有需求 那當然這一般在企業裡面 或者是在應用商機裡頭 就會去評估的 TCO 大概談的這些事情 我們要如何能夠量化 做這些投資事情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統計資料 或者做一些分析的需求 我們可以透過replication來做 比如說我們把一些線上的服務 像ERV系統 那這些系統可能線上在運行非常久 而且應該說這個系統的資源不允許你去做統計 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你會用一個replication的需求 把數據extract出來到另外的平台裡面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像說 hostware最常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說我把mission critical的系統的資料 offload出來 變成anatics database 或者是說再做大概一點 做data warehouse 我們在上面做一些演算分析 那以剛幾個session提到 我可以通過r python 在postgres裡面做advance的anatics 那這個也有助於這個data base的replication 所以為什麼企業會去用這樣的應用 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具實做過 所以我們會去用複製的話 大多還是用在 會去有一些統計的需求 或者是有些分析的需求 針對業務面 我們做一個opload的運用 再來就是栽培 栽培 那栽培的話有分不同level 因為要看你的sla 因為這取決於企業對這個系統的在意性 比如說這個系統 說坦白的 故障了之後 我們只有一天天修復就好 那可能沒關係 我可能只要做一個snatch up 一天做一次 snatch up的模程度來講 就是free backup 所以data base fully backup的一個工作 那回復怎麼做 那所以這個備份還原這件事情 都會在這個機制裡面 其實都會被輸出很大的 再來就是如果做效能提升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每次資料工都是小小的 幾GB幾GB這樣做的話 其實都非常簡單 但今天突然間的commission 就是5TB的時候會有賣 好 那5TB聽起來也還好 那50TB 500TB都會有賣 那postsquare是不太合適的 我們可能要用不同的架構 來幫他做資料的處理 這個只是說跟各位提醒一下 在這個議題裡面 我們如何去思考 我們用的點在哪裡 而且它有很多面向 很多solution 來提供你應用 你會發現 我等一下介紹會有非常多的一個應用場景 可以讓各位理解一下 就是說在應用上面 其實還蠻多元的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些年啊 replication做了哪些事情 在postsquare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七點插板的時候 在更早以前 我抱歉我也沒用過 因為我一開始用的時候 大概是十幾年 大概是七點多版 七點多版到八左右 在那邊界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有 sicodump 因為早期再被我聽說 是沒有sicodump sicodump 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我去做一個 data的extract的動作 然後透過這個 database negative的command 可以把你的DDA 跟data contract出來 然後讓你可以用一個 時間點的snapshot 出來 甚至還更 後面還做一個更 advanced 做什麼東西 dum出來之後 還可以被 incentive的語法 所以這個 還蠻簡單 你還可以做migration 我今天dum出來之後 他就有印射性度的data 的語法在裡面 你可以透過這個 去做 買歸到別的品牌去 所以現在蠻方便的 RionLock的一個應用 因為 早期其實 我也去查過了一下 Wiki 我覺得 因為早期 postgres 七點多點 我還不知道沒用過 應該說六 我沒用過 所以我去查一下 真的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他根本就 壓根的就沒有要做這種 所謂的災難回復啊 備份等等這些 因為那時候 還沒想到那麼多 十幾年前可能 先餵飽再說 資料庫的運行 能跑得起來 能穩定 這比較重要 其實就跟芒果不一樣 芒果也是一步一步 走向穩定的發展 所以我想 這個都是開源的歷程 我們也有興趣的 去參與這些過程 體驗到這些應用 所以RionLock初登堂的 意味是什麼 意味在於說 我針對事務型的管理 的回復跟備份呢 其實有效來做控管理 這些資料我都可以留存 那RionLock的概念就是 我交易做完之後 還沒有寫檔之後 我就先寫外部的檔案 交易的檔案 這個檔案 我可以拿來做綠度用的 當你這個資料部 毀損之後 我可以通過福利費到 然後去做綠度 我去做這些事情 那在8.0以後呢 慢慢的他意識到就是說 這樣還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我還要在備份的 角色上面 做更靈活一點 因為我不會是只有 這一次的時間點被動 我希望都更彈性的去 退到某個時間點 或是整到某個時間點的資料 所以有控管理 我們可以依據 RionLock 給他一個時間點 然後讓他去做回復 那個RionLock 到某個時間點 就要做控管理 好 然後當然 那個時候其實 Oracle走的還蠻前面的 那時候他就已經有 我還記得 我們那時候剛開始 在接觸8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我們遇到的挑戰 就是 大家都有HA嘛 那早些HA就是 Active Standby 那最有趣的是說 那你備員 你怎麼樣同步到 另外一台去 在Postgres以前 好像沒這一招 他最早的做法 他叫做Lock Shipping 就是這個 他把你的RionLock呢 搬到另外一台去 然後在那一台Build起來 那Build起來之後呢 就 就在 那一台機器 就一直在Review的狀態 一直在Review Standby 所以 他是不能讀的 那一台就是Standby 廢有什麼用 那時候他所用的技術是 PG Standby 他提供的是Won Standby的功能 Won Standby是不能讀 他就是一台佛的資料庫 但是他不能讀 不能讀 但坦白講 那個時候其實 剛開始用Postgres其實蠻有趣的 我發現有時候 價格就不見 有時候價格就不見 PG Standby 可能我用的沒有很好 那時候初期賽用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用多久 大概用兩三年之後 就換9.0 9.0 就完全大改版 他整個框架都改版 他把這個備份的技術 變成是用Streaming的架構 他透過一個 WL Sender 跟Receiver的架構 去Deliver 在Memory的時候 就把訊息 把交易送到另外一台上面去 所以對用戶來講 其實 我不用去擔心 萬一資料翻不見了 翻不見了 怎麼辦 不然那個PG Standby 現在有可能有時候會 莫不見了 那現在的話 也不用了 我們現在用9.0 版開始了 我們就有一個Streaming Replication 他的模式就叫 Hot Standby 那Hot Standby Hot Standby的一個應用來講 其實我大幅有效的去提升 這個Standby DB的 它不僅僅是在做栽備 它還可以做什麼 做查詢 所以對用戶來講 我這個資料庫 不是備而不用 它還可以拿來做一些 數據分析 或數據查詢 Reporting的一些應用 其實還蠻有幫助的 然後進一步 我們會做更多的應用 比如說 Synchronized Replication 因為 我們早期在做的都是Async AP跟Primary 只要達成協議 轉身雲結束之後 其實這也意味著 就是說 你要不要做一些 更緊密的資料同步的技術 Synchronized Replication 的意味是說 我到Deliver到Standby的時候 一定要是 跟Primary是一致的 我Standby 要能夠同步完成之後 我的Primary 才會到定位 那 我的AP 才會收到 旁邊的成功 所以這個其實 意味著就是說 更緊密的去做 這樣的整合 那另外一個技術 叫做BG Backup PG Backup 那這個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以前的 手動的模式 它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程序 來幫你考 然後你只要 透過執行它 它就會把以前 備份的那個 這個 PastiveMine模式 幫你做一遍 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不用 很繁瑣去做這個 我們早期在9.0的時候 做的備份的時候 要先進去資料部 下一個 Stop Backup Stop Backup 我要跟資料部講 我要備份好了 好 接下來我會檔案備份 檔案備份完之後 跟它講 喔 備份完了 這個時候 資料部可以繼續走 其實它其實在裡面 是下一個時間拖勤的 就是說 你當資料部做 回復的時候 它要跟 要跟 起來的那個 Diabase講 就是栽培的那個資料部講 我的時間拖勒 留在哪裡 當它開起來之後 它會停在那個時間拖 之後 要透過 Right and Log 來補足 補到最新的時間 OK 所以呢 是有差距的 那又透過它的話 其實是蠻好做的 因為以前要 很多指令去做 那透過這個 PG-Based Backup 真的很快 我想要下個指令 參數一下一下 就一次備份被關 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覺得你會加了一個東西叫 Pascality Reflection 這個其實我們有實作在客戶端 那其實主要密學的是什麼 我們早期備份的模式 等一下我大概會有架構 再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它就是一個樹狀的架構 因為為了要去改善 降低 Primary Loading 簡單來講 就是這樣 降低 Primary Loading 所以它是一個 Cascading的速量架構 彼此複製 這個重節點 也可以當作 另外的重節點 這樣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 也引進了 9.400也引進了 Replication Slot 跟Logical Link Coding 其它是一個創新的技術 它把原來的 Streaming 的架構 來做一些調整 透過Replication Slot 也不會再次說 One by One的方式 去做Replication 因為 複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今天是主節點 但是其他人都會跟我同步資料 他遇到一個問題 那你跟我同步即時 那下一個人怎麼辦 因為時間錯誤會只有一個 所以他通過Slot的新的技術 他依據Slot 去配置這些 複製的節點 那Logical Link Coding 等一下會有圖示 跟各位分享 他是怎麼樣運作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Rewind Rewind Rewind是一個 我覺得蠻必要的 為什麼這也是在 客戶裡面遇到的問題 其實你只要有 運行企業的一些服務的時候 就會遇到這個挑戰 就是說 Database 都會有 Zibane 那這些節點 其實平常是被無用 為什麼 你可能不在這個機房 你可能在遠 在別的地方的機房 你可能 你今天在北部機房 你可能是在中部機房 那 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就是說 我想要去演練 我想要演練說 萬一萬一 我這個台北的機房 掛了 那那個節點 能不能幫我 takeover起來 那takeover起來之後 我的AB能不能接上去 正常運行 這個是一般企業的 挑戰 當然我們以前在 在政府單位 也常常幫忙做 半年一次的 在奈爾格付演練 主要工作做這個 好 那聽起來都沒問題 在我們hyperbeat的架構裡面 把 從主節點 切到重節點 可能在 在中部的機房 這都沒問題 大家問你來了 那 演練演完 那你怎麼 說實際上後 說實際上後就是 打掉重做啊 資料庫來講 在我們早期的 早期的 早期的資料庫版本的話 其實是打掉重做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同步的時間的 那個 那個時間軸已經 錯掉了 我translation的 ID 跟你的已經不同步了 所以 你只要被訪問 second 被訪問之後 他就走他的路 那我的路呢 他不能follow 所以他也回不來 所以這個 很尷尬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場景 其實在 某些企業的應用上面 其實是 沒辦法買 OK 那所以會有 PG Rewind的 目的是說 這個for testing 如果說我今天 驗證性的一個動作 我把這個作業 切過去到 另外一個 重結點去 我還可以想辦法 把它切回來 那問題是 在這邊發生的交易 要拿補過來 我可以透過PG Rewind 去做切換這些 數據的方式 把它補回來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Multiple Signalized Standby 這個就是 我剛剛提到 一個 Mission 就是 傳統人的配額的話 是one by one 我是主結點 例如重結點 沒有其他的 透過 replication slide 我可以去擴展 我的secondary 多少台 而且我各自不同的 那個sync sync的一個 period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 即時的report 的系統 那這即時的report 我們可以把它定在 near real time 今天我的primary 的database 做完之後 就sync到 standby去 那我有一個 比如說我是weekly 或是monthly report 的系統 我需要的是resources 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用同步的機器 把它設一天 那我一天同步一次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我可以用不同的mission 不同的repent slot 來去做 制定這些事情 好 那現在在10.0版的時候 在去年 10.0版出來的時候 提供了一個叫 Large Word Repent 這個等一下 我們再介紹 還有另外也是一個 corrent commit 所以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透過corrent list 來去做這個 同步的一個確認 所以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說replication 我們發現 Postplace這麼多年 其實一直不斷在清淨 很多在應用上面的一個 場景上面 所以 滿足在不同的挑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 再來看一下 就是這些是我們做的 這是point of recovery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每天都會備份 一開始 1號可能是做filling back up 2號開始 禮拜二到禮拜天 我可能是做 commendal back up 假設吧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基本上這樣備沒問題 第二次備份也沒問題 但是當你異常的時候呢 那我必須要去做回復 那我期望 比如說我備到這 我要回到這裡一點 那我必須要把這個備份 從這邊把它燒起來 這個案例的話就是說 我依序的備份到這裡 我如果要回到5號 禮拜五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必須要把全樣的備份 放上去 再來把 I can roll 從禮拜一到禮拜五補上來 這叫做 那當然我們備份的 strategies就會是 Fulling back up Incriminal back up 那Fulling back up 的concept就是說 全備份嘛 倒回來就只有那個時間點 那很抱歉 那後面的交易很不見 所以 後面的資料交通過 Incriminal back up 那Incriminal back up 的話我們就會用 RionLog 我們在Postgrade 它會有一個 RionLog的一個產出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RionLog的配置 把你已經CAMILO的資料 寫到外部的 corder裡面去 做Postkeeping 然後你可以把 那部分的目錄 被分下來 那在recovery的時候 我們用 用那些data 再把它 再把它 複寫回來 OK 這個是point line recovery 然後剛剛提到的那個 worn standby 這個概念 其實很簡單 就是lock streaming 它會先把 基礎的Fulling back up 這是file 就是 把整個database 你可以想像 這個database把它關機 的備份 放到那裡去 放到那裡去之後呢 RionLog定期的 往這邊抄寫一份 然後我在這邊做一個定義 就是 必須standby 定期的把 這個 這個database 寫上去 然後 把它replay進來 redu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redu 那像這樣做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但最大缺點是什麼 因為它 won't standby 它只開 不能用 或是B的話 完全不能用 完全不能用 OK 那接下來 streaming location 它做了一個改善 它透過一個 RionLog 跟sender的 Receiver跟sender的一個角色呢 去把你完成了交易 因為 我們在postgres裡面 有一個叫做 RionLog的一個buffer 就是當你交易 做完之後 它會先cash在交互裡面 那cash完之後 你只要commit了 它就會寫到 RionLog的segment 就會寫到檔案裡面去 當它在做的時候 在基底裡面 它就會透過RionLog的sender 送到poster B這邊 然後它在這邊 receiver收到 就馬上再回血 所以對 第二台機器來講 它就是開著 一直在等 standby的位資料進來 去review它的作業 那這樣的話 可以確保就是說 near bear time 我們不敢說幾時 但是因為現在機器非常快 基本上幾乎都幾時 在資料部 在memory裡面 只要一旁邊 它馬上就過來這邊 掉電台去 當然你也可以設它 rotation的一個pure ok 所以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這台機器 起點開放可以採取 可以採取 所以提高不少 不少這個設備的utilization 這個我覺得是蠻好的 然後這叫pascading rotation 簡單的概念 因為based on 你剛剛那個streaming rotation的concept 這個是primary 這個叫standby 所以這邊呢走streaming rotation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這麼多台 全部都往primary來撈的話 本來是一個好意 我把資料複製出來 變成它的loading primary loading 所以cascading rotation的概念是說 我把這一台standby 當作另外一個primary 同時間可以變成一個run load的sender 把資料給它 那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分攤我的loading 但我的器 我的框架裡面 我會變成說 這一台OS 就是對外的做odd的筒物 你就是做你的交易 交易做完之後 我可以複製到每個節點去 比如說我今天有 北部 中部 的機房 那機房裡面有資料庫 我同步的 總部的數據到 這個分部的機房之後 我可能各地區 像北部我有什麼 我有內湖地區 板橋 或者是大台北地區等等 這些極致性需求 查詢的需求 或是應用的需求 可以在這邊 再分布下去 這可以有效 去做架構的分配 所以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 靈活的一個架構的調整 那像這個mission的話 你可以做在哪裡 做在分布式的一個查詢 但前提是一份資料 非常適合 它並不是分散了之後 資料是分塊的 沒有 它每一份資料都是一樣的 這跟我剛剛前一個聲音 有提到的 Green Park 它的概念不一樣 它的概念是每一個incident 都是不一樣的資料 都是不一樣的資料 但這個架構其實就是 把資料複製到每間 去分開你的Loading 然後你同一時間 在拉資料的同時 也可以去減少 primeing的負擔 OK 這個叫 Schedule Reputation 然後 Reputation Slot的話 基本上有兩種版本 一個叫做 Physical的那個 Reputation 跟Logical Reputation 那簡單的概念是說 有幾個查詢 第一個就是說 Physical的話 其實是Reduce Transaction 然後它是做全部複製 而且呢 必須要是同一個版本 同一個資料複製 為什麼呢 它就是說 就像什麼 物理性的複製的概念 就是說我是怎麼樣子 你就是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件錯事 你要跟你做錯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這叫 Physical的Stop Reputation 它的概念就是說 就像早期 我們在做 前面做幾個架構一樣 我今天做的是 做Reputation 做這個 這個 栽培的用途 我今天做任何的事情 到那邊都Reduce一遍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所以 它沒有辦法去控制 Explanation那邊的行為 Always Reduce 我這邊的 如果怎麼做就是 Reduce 它只能做Reduce 就像剛剛的 Stribute Reputation 一樣 那Logical的話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走就是走 Sockets 我走 我走 所以我們在 Computation上面 我們是去Reduce Transaction 這一些都可以去 被Programmable 所以呢 我可以選擇性複製 我不再是說 整個DV的Reputation 我可能是 針對指標性的 Muchy 我去做文部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可以跨版本 好處是什麼 我今天有76版本 我今年的版本 跟明年版本 跟後年的版本 會不一樣啊 所以我在複製的時候 我可以跨版本 複製 因為我的Mission就是 針對你的Logical Reputation 過來我這邊 所以你可以有效的 彈性的調整 然後更大的突破說 因為我跟原始的資料庫 已經獨立了 關係 分開了關係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各自的去做存取 我做我的事情 做你的事情 好 所以Primary跟Secondary 基本上可以獨自於你做 你還可以做你自己的Pacing 這比較常用在哪裡呢 比如說我今天 我做了一個HR系統 這個HR系統 當初呢 我是做在哪裡 做在 轉公司 但因為公司規模小 所以呢 我開的BU 就大概就這麼多 小小的規模 但我今天公司變大了 我可能北中南風公司 都要建這個系統 但這個系統 如果連線到總公司來 的時候 那會有 network latency問題 所以我可以在local建一台 建一台這樣的data base 然後呢 我把我重要data呢 replication過去 replication過去 然後我可以管我自己的 那我寫的時候 當你不寫 存取就可以了 那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就是說我資料 就要去交付到 總公司的問題 但資料交付到總公司 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不會是 OP在操作的時候 的mission OP只要寫local就好了 同步這件事 你會透過 logical replication 去做sync 這個機制 所以這樣的架構 可以讓你更靈活去配置 複製的需求 複製的需求 好 那接下來 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叫logical decoding logical decoding logical decoding的話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說 based on replication slot 它會去選到一個slot name 叫retation slot 1 然後也是透過 brian logger的那個sender 那可以看很多的一個結果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 logical decoding的一個algorithm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extension 那這個extension有很多種 比如說我可以去針對圖形 像剛剛那裡介紹 當然有很多種 包含文檔 xml 等等的一些decoding 那把數據 讀出來之後 再把它轉進來 透過這個slot 然後 需求要從user這邊開始發起 它連到資料庫裡面 下一個bglogical slot game change 我要得到它的一個變化 的時候呢 那它會去一個裡面的sender 把資料算下來 透過decoding log 去把它補這些數據回來 簡單的概念是說 透過replication slot 去做這個 資料的一個調度 然後透過 back game的一個b們呢 去做資料的trange 那當然它提供很多extension的服務 讓用物可以做這些調整 好 那接下來是pg-required 在9.5以前 我們基本上是沒辦法做的 pg-required只能support 9.5 包含9.5最後版本 所以呢 在9.5以前呢 我們只能重做 如果災難 就是說那個 一粒被圓的一台 如果異常了 失敗了 只能怎麼樣 只能打掉重做 好 這是以前的問題 那9.5以後呢 我們加了pg-required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再 promote 為slab的一個 這個slab呢 再把它切回來 好 因為 但是修復後 因為時間太長丟失呢 還是要重建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架構 是說 他會去rion log裡面 把這一些 未處理掉的資料 再拉回這個資料庫裡面 可是當你的交易的時間過久的時候 rion log 沒辦法存在久 在pg-required裡面 沒辦法存在久 這個時候呢 會被purch掉 讓purch掉的東西 就拿回來了 所以 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 建議 小 就是短時間內 把回復回來 這是一定會OK的 但是你總不能說拖個一天啊 兩天啊 那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 我們會去把這個 rion log 拔清掉 pg-required 只要新的事物進來 定期的事物進來 他就會拔清掉 所以 你要做這件事情可以 但是時間會不會太強 所以時間如果播很久的話 你可以用pg-required的方式 把資料補上去 那我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他的做法 我們這邊 第一個時間走 我們這段往下走的時候 有第一個音色 第二個音色 然後 然後 當我 事件異常的時候呢 異常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 異常一般都在pg-control 你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如果我要切過來 到standby去的時候 因為我到這個時間點 我有音色1 然後 異常之後 我就把 把它裹破起來 往下走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透過pg-control 去知道說這兩邊的差異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來看到他的差異點 然後再來是說 必須要缺了哪些資料的缺失 因為都會在pg-2 很多 這一些會是risk 為什麼 因為你要回血回來的時候 那些可能都會缺失 可能都會缺失掉 因為都會在那個時間點 以後 就是切換過去之後 然後再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行為會是做什麼 我會去複製 它 concurrent log transcend log 然後再來放在compute file 還有那個 freespace 跟vm的file 把這些資料塊 複製 複製過去 到主節點去 然後最後呢 重置這個 控制檔 那我們可能從這個點回去 因為這邊也會繼續運行 然後從這個點開始切過去的時候 切回來這個點 所以中間會有缺失於塊 bg-1的動作 然後 然後 因為它有把剛剛那個數據 cull回去 cull回到這個原來 舊的資料鋪 抱歉 我再重申一次 這是第一台 第二台資料 只是時間走不一樣 然後你切過來之後呢 要把它再切回來之後 從剛剛那個cull point的 拉後來 到這個時間點 所以 資料鋪再開起來之後呢 它會重新redo 它的rime and log 就這樣在我們家走 因為 你會把這邊rime and log 複製回來 所以 它的rime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確保說 今天假設 我們在做 演練 我們這邊的 場景呢 切換過去 切換過去之後 我們期望在這邊 新的機器這邊 做運行 運行完之後 我們不需要演練 要把他拉回來 就從這邊把點拉回來 但是要把這邊 存在那些log呢 cull過來 然後他就從這個點 再往下移動下去 當然這個機器 會在這裡 只是說 交易的時間點 往下這邊走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以前你都要 手動來做 那你譬如 透過這個pgrew rewind 可以他幫你去 實用這些事情 透過他 設定一些folder的方式 他自動來看 ok 然後下一個就是 logical location 這個10點的版本 才有的功能 然後他是提供一個publish 跟這個subscribe 的一個服務 那這樣的服務呢 其實他主要的目的是說 透過這樣的機制呢 可以 依據交易 跟目的的表單 去做同步 依據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logical reputation 他主要的用途 是期望 就是說我可以 這個指標性的表單 來做同步就好了 不要這個全面性 physical方式來做同步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範圍比較大 這樣的話 那個 可能需求不是那一些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複製的時候 我們會有publish publish publication 我們把我們的表單 的publish出去之後 透過logical reputation 的walker 把資料在redu回去到table那邊去 那所以這樣其實會非常什麼 非常表單的分析 那這兩個secondary 跟那個primary 就可以不用是同的版本 不會是同的版本的要求 因為早期我們應該說 physical rotation 強烈要求 你一定要同的版本 否則你的library 的algorithm 裡面的一些套件 parall of dv都不一樣 那這樣會有些問題 那在logical rotation這邊來講 他可以提供比較靈活的一個調度 透過這個publication 跟subcription的方式 來去做這個 資料的一個複製 同步的一個進去 好 那我們簡單 簡單再要一下 這個兩面的差異性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replication的部分 其實是 plug label 也就是說 他根本不管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 看到你有plug的一動 就把這些數據 複製過去 所以 即便你做錯 做錯了一些事 交易 他一樣把整部分 那 而logical的話 就是roll by roll的方式 依據你的失誤型的移動 來做了整 OK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架構其實 他應該要是 要一樣的版本 這個physical的話 是一樣的版本 不然mine version也可以 mine version不一樣也可以 但是 我們在logical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不同的版本 但是建議要9點4 OK 那在應用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physical部分 就會應用的就是 單節點 然後 重疾的 重節點的話 就會是 那這樣用的其實 坦白說 還是有的啦 大多的應用還是這樣 但是在logical rotation 提高更多的view 就是說 我可以用multi的 multi的那種 master的方式呢 去做服務 我每個節點 都有各自獨立運行 各自獨立 可以在他自己的交易 然後他可以也滿足 資料管理的需求 OK 好 那我們再往下帶喔 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下就是說 有這麼多的解決方案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其實community 這個是 postgres它 原支系的一個 一個發展 我們還有其他的 相配到的 solution sonic rotation的話 基本上坦白講 也是在postgres發展過程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環節 它在運行 差不多在 八點插板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 我不去介紹它 因為大家不喜歡用 為什麼 第一個原因是它是trigger base OK trigger base的話 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說 它要把每個table上面加trigger 即便你在 音色update deleter的時候 就要加trigger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 用的原因在這裡 還有一個更大的挑戰 是說 因為它要加trigger 所以當你table 變的時候怎麼辦 哇那是一個災難啊 為什麼 打掉什麼做 那個table要打掉什麼做 因為DDR有變的 它那個同步的語法 同步的方法 全部都會變 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 一樣是做rification 但是它有些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bdr bdr是另外一個 postgres的方法做的 所以這個 這邊我策略比較少 所以我更多的分享一下 我這個東西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EDB EDB是一個 enterprise的公司 專門做postgres的 社會社 產品的服務 它提供兩個社會 這個叫single master replication 那這個的話 它有兩個模型 它一個模型是做 這個 一紙資料庫的同步 OK 那一紙資料庫的同步 它主要可以做什麼 single server 跟oracle 它可以把oracle 跟single server 然後呢 這個data呢 排成同步到ETB 來postgres OK 透過它的機制 然後去同步這個資料 但是呢 它還是一樣 shipper base 所以 客戶也不見得習慣用 也不見得習慣用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另外一個model 就是 它是可以做 同時的postgres對postgres 但是它可以做 logical replication OK 這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同時比較好控制 再來 simple master 那麥丁巴斯的reputation 是ETB另外一個solution 它是based on logical replication的模式去製作的 所以呢 它可以做到像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每個節點都是獨自運作 都可以做自己的交易 底層去同步 底層table就可以了 OK 那 你達到就是說 嗯 我們在oracle有一個挑戰 就叫rack 大家可能有經過rack 那rack的話 大家都希望就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做一樣的交易 但是底層是要過去幫我管就好 那我希望能夠依據我的量 能夠去擴展我的效能 因為我的效能 沒辦法管 但是我效能大的時候 不需要很多power 那就有多節點 access的需求 那我們這個moneymoneymoney 也是可以做到像那種 多節點服務的需求 就是說你每個站點都是提供 單獨的episerver的服務 那你不要跨別的服務 你比如說這一台機器可以成載 十個application 那這個十個application 可以控制一個lack base 然後另外一個site也是一樣 就各做各的 但底層的data可以去做synthomize 所以有效的去做資料公布的需求 好 最後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認為replication也好 或是backup也好 其實還是在於sla 你們對資料庫的需求在哪裡 到底要多幾十 什麼樣的複製架構 然後再來就是業務面 跟架構的需求 我們剛剛也看到 這麼多這個架構的應用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不同的場景 不同應用的情況下 是蠻能力的 好 然後hoseways我認為 其實發展一直都在 那無論中國大陸 台灣 發展整個國外 其實蠻多要的 好 那B9魚女公仔 我覺得 我們到處看到 各種postgres的同好 他也 專門大家給你 能夠參與我們 postgres的行列 我們這邊的 一個服務的行列 好 那也跟各位分享 最後跟各位分享一個 台灣在地的一個 postgres社群 社群的模式 這邊發起的 台灣中文社群 那這邊的話 有一些手冊 在facebook上面做交流 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要給他這邊 來去做 探討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然後另外一個 是EDB 他有官方的 postgres的一個 community的論壇 那也是針對 postgres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嗎 就是postgres ROX 你可以繼續註冊 這是free的 因為他是community 但是他做的是 community的一些 technical support 所以 community 你可以在上面 只是說 一般還是回覆會很快 但有時候 慢一點就 脫脫淡淡 因為他要討用力 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群 那所以 有問題的話也可以在上面發問 我想 在這邊 除了跟各位分享一些技術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如何尋找這些協助 也可以分享這些協助 各位 謝謝各位 以上跟我今天的一個分享 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可以問 沒關係 因為有問題的話 就在那補博士的時間 各種問題 對各種問題 有問題 提供 各種問題 有問題 就對 等於 有問題 有問題 是 不服務 從 沒有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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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